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赖我 不该怪球员 以及我只是可惜这场失利 我并不担心丢掉工作之类的事 首轮雄鹿出局 雄鹿裁掉总冠军教头布登霍尔泽 四轮太阳出局 太阳裁掉总决赛教头蒙蒂威廉姆斯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人曾在三年前是总决赛的对手 昔日对手如今成了同病相怜的老友 不禁让人想起布登霍尔泽教练下课时 力指导的评价 每当球队战绩不加时 他们就要炒掉曾经为球队带来无数荣耀的教练 实际上 太阳本次的变动恐怕不止教练 据STN记者Tim McMahon报道 太阳预计将在今年夏天 积极都受克里斯保罗与艾顿 保罗 球队首席控球后卫 艾顿 球队首发中锋 同时 两人也是2022到23赛季 太阳四巨头其中之二 如今 太阳决定将他们一一送走 只是他们能换回哪些筹码呢 2022到23赛季 保罗常规赛为太阳出战59场 场均得到13.9分4.3篮板8.9出攻 命中率44% 可惜在面对绝今的G2 保罗因伤离场 直到球队淘汰也没能复出 显然 球队对于38岁的老炮失去了耐心 他们想要一位更年轻的集战力 另一位艾顿够年轻 可惜他与太阳合不来 据记者报道 艾顿曾与包括蒙蒂在内的多名太阳教练 球员产生矛盾 而他本人也对休赛西被交易非常期待 留得住人 留不住息 既然如此 不如趁早送走了吧 太阳是否解体 我们还不敢断定 但起码以上三位 势必要离开了 这两天太阳球迷内部 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 艾顿到底该不该交易 意见的话比较多 有的人说必须交易 气候赛打成什么样子了 总是一副软绵绵的样子 出攻不出力 态度也是特别差 留下他是祸害球队 还有的则是为他鸣不平 说蒙蒂用人死吧 没有给予艾顿合适的地位 加上杜兰特刚来到球队 一起打球不超过20场比赛 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 要是再发挥不好 交易也不迟 为此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我觉得对于艾顿 该不该交易 决定权应该在下一任 太阳队的主教练身上 先选好教练 看他喜不喜欢艾顿 如果喜欢 也很擅长使用这一类的中锋 就留下他 要是不喜欢 打法上比较偏向于布克 或者杜兰特的双合 吃球打法的战术 可以立即寻求交易 一切以新的教练 安排要求为主考虑 比较合适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是因为艾顿在NBA的市场上 还有价值 他并非一无是处 像大家所说的那样 毫不重用 他的能力还是在的 第一 艾顿柔和的手感 和中距离投射本领 在中锋这块位置上 不多见 虽然艾顿打球是有点软 不爱攻匡和造犯规 但是他的投射效率很高 只要给予机会 他在中距离的位置 能够贡献五成以上的效率 投二球就能中一球的本领 使得他还是有战术价值的 当球队打不开局面 其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 他还是能给球队做出贡献 还记得首轮季后赛 对阵快船队 艾顿G2的发挥吗 上半场第一结果后 一度落后快船队 布克等人都没有手感 硬是评级艾顿几次 中距离投篮 还有克雷格的三分 才使得球队稳定住局面 如果没有这两个人的发挥 太阳队上半场就被打花 很有可能就会落后二十多分 这场比赛 我是从头到尾看到底的 对于艾顿 在比赛的作用是有感触 攻防两端的表现都很出色 也是球队能够赢球的功臣之一 第二 防守的意识处于上乘 艾顿的防守是被低估的 他防守中锋的策略没有问题 跌击击打他 其实也很吃力 许多进球都是神仙球才能进 他一下场 太阳队的内线 不管是兰戴尔还是比勇博 都很难扛得住对手 包括胡人队的农眉 波弹进攻端的表现 光从防守来讲 其实农眉也防不住约老师 这一点也是需要客观看待 现在 NBA能防住约基奇的人 根本没有几个 大家也不要过于放大艾顿 输球的责任 踏实发挥不强 态度不行 但是 你说他一无是处 在球队没有一点作用 这个观点也非常平静 相信 不会有人会相信 蓝戴尔能够顶替艾顿吧 整体实力能比他强 第三 蒙蒂问题 要说艾顿很差 前年季后赛的表现 已经证明一切 他不是不能发挥 闯进总决赛的那一年 艾顿有多么硬 大家都看在眼里 各种扣篮 顶防 搞得岳老师是苦不堪言 仅仅两年过去 艾顿就出现大幅度的下滑与退步 光从实力原因来讲也不全对 他和蒙蒂的矛盾众人皆知 多次出现争吵 不合的场景 是不是出功不出力 对蒙蒂有意见而采取滑水太多 或者是前面的虚约问题搞得心情不爽 不想卖力打球 从而导致场上打球的状态总是存在起伏 这些情况可能都会是背后的原因之一 不然你也很难解释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人 会有前后截人反差的差异表现 一个人如果实力差 他就会一直差到底 但如果是有实力 却不愿意发挥 态度不配合 我相信这一点会在场上表现出来 艾顿的话 显然会是后者的原因多一些 这也不难解释 为什么克雷格会在推特上发布不满的消息 然后季后赛输了之后 还不到几天太阳队高层就要换教练 老板伊什比亚对蒙蒂的执教也有意见 临场只会差 用人死板缺少变化 这些都是大家肉眼可见的状态 坐在场边观战的老板 能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我想肯定也是有的 对于太阳队的战术和打法表示愤怒 或许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 蒙蒂的执教风格是稳定派的 跟保罗一样 能保证一支球队的下限 每年稳定进入季后赛没有问题 但如果要让蒙蒂执教带球队夺冠 以这个为目标 或许他的能力还达不到这样的级别 伊什比亚上任的大交易 却在宣告自己的野心有多么大 目标是为了总冠军 只要是冠军 不惜任何代价 拆队都有可能 换句话说 老板也是属于激进派的人物 不成功变成人 哪怕交易失败 有这个风险也要干这样的事情 如此看来 他对蒙蒂的不满也就可以理解了 两个人的理念和想法不一致 自然很难走到一起 而且静下心来思考一下 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出发 交易爱顿是一件绝对正确的事情吗 倒也不见的 毕竟保罗 杜兰特的年纪摆在那里 要是这两三年不成功 他们一定会离开 到时球队又会成为不可单和的球队 要是球队迟迟没有进展 不可心灰意冷 不排除他到时候 也会申请交易出去 一旦球队核心全部离开 会面临重建 届时球迷们恐怕又得经历 之前所遭遇的灰暗时刻 保罗 杜兰特的年纪 以及他们的伤病时 你也不能对他们抱以百分之一百的信任 不管太阳队后面交不交易 爱顿 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球队的意见 这两年太阳队的更衣室 确实是有些问题 自从总决赛失利以后 球队就不是风平浪静 先是克劳的闹离队 紧接住 爱顿的续约和态度问题 也让人心寒 要是能让更衣室稳定 回到原来那种团结 在园区一起努力的日子 我相信太阳队还能重振旗鼓 保持强队的竞争性与实力 达拉斯 第一天 他们跌至西部第十一 最终无缘季后赛 休赛期 由骑兵前最决定改变球队状态 尝试下赛季进攻 最近 有消息称 独行侠和太阳队之间有一笔交易 由骑兵队只送出了小哈达威 麦基和约氏格林 以及今年的10号前 换来了太阳队的中锋 德安德利爱顿 据STN的地母迈克马红透露 独行侠队对太阳队的中锋 他们很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赛季进行会谈 近日 去 NBA记者埃里克·平卡斯报道 接受其采访的一些 NBA消息人士认为 独行侠队可能是爱顿的下架 太阳队需要增加阵容深度 我看到他们用爱顿换来了小哈达威 麦基 约氏格林和今年的地时顺位 这是由一位消息人士 埃里克·平卡斯·艾里克·平卡斯报道的 太阳本赛季虽然打进了季后赛 但在次轮就被绝金轻松淘汰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糟糕的赛季 他们被淘汰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解雇了他们雇主蒙蒂·威廉姆斯的教练 这似乎预示着他们将在休赛期有大动作 独行侠和太阳的情况非常相似 俩人都是通过赛季中期的交易得到了巨星 但球队最终的成绩却不仅如人意 甚至略显不佳 本赛季 爱顿为太阳出战67场常规赛 场均上场30.4分钟 得到18.0分10.0篮板 投篮命中率58.9% 季后赛期间 他场均得到13.4分和9.7个篮板 对于一支冠军级别的球队来说 爱顿显然不是卓越中心 他平淡无奇的表现和赛场上的态度 常常导致他的对手很容易将他淹没 对阵绝金的系列赛 面对他的约基棋 内向和禁区内 他几乎一个人炸毁了太阳拳队 爱顿却无能为力 只能预测太阳队和游奇林队 在今年夏天会有大动作 独行侠的本雷达数据 接近联盟垫底 无力 克里斯蒂安伍德和哈维尔麦基 根本撑不住一支球队的内线 鲍威尔也可以打中锋 但效率不高 所以独行侠今夏必须解决内线的问题 否则下赛季等待他们的将是同样的结局 值得注意的是 独行侠球星卢卡东奇奇 和太阳队中锋德安德利艾顿 同届选秀进入联盟 但如今两人在各自球队的处境完全不同 状元郎艾顿面临被球队交易的尴尬局面 而大顺位的东奇奇却在独行侠身上 拥有绝对的战术地位 这就有些尴尬了 如果这笔交易达成 对独行侠的内线确实是不强 可以大大缓解独行侠内线的压力 但他们必须明白 艾顿打不了硬仗 他不是为大舞台而生的演员 想要晋级季后赛 独行侠还是需要一个替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